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感动并会流泪 即是感动中文章内容 例如放盐口中有很多诗词歌赋 有很多诗词歌赋是苏东波写的 有些冤枉死的书生 妓女 有些被谋害的将士 如何超渡他们 如何惨法 产生一种同情心 一种悲闻心便流泪 地藏菩萨经文 很多众生在地狱受苦 想到自己的苦 想到众生的苦 同病相连 同是天涯淪落人 现在都是受苦 在三界六道临门受苦 大家有共鸣 便流泪 一定有痛苦才流泪 或许经时 听到经文 看到经文 与你有一种共鸣 与谁共鸣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与谁共鸣 与经文中的文字共鸣 与当时做法事中的重念共鸣 共鸣时便流泪 请问坐禅 和饿禅是否很大分别 是否坐禅才是正确 饿禅是没用的呢 行也善 坐也善 与默动静 体安然 行也善 坐也善 与说话的时候 默不说话的时候 动动动的时候 静不动动的时候 体安然 都是在善之中 善是一定要坐才善 Meditation 即是 修行的时候 你的心 如果是修 修素色的 行着坐也是修素色的 但是通常坐的时候 比较修是容易修的 饿一饿 你想睡觉 你怎会修 很多时候在斯里兰卡里面有一句言语 当你 拿着枕头睡觉的时候 你的禅坐一定是睡觉的 你在饿的时候 怎会坐到禅 你会慢慢慢慢睡着的 有坐的时候 你就不会容易睡着 而且坐的时候 你懂得双 双盘结家呼坐 更加容易 不会睡着 你单盘也行 半结家呼坐 半结家呼坐 坐的时候的姿势 不会令你分尋 饿的姿势 用你分尋 动行动的时候 又会令你调举 因为你动动之中 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东西 所以 最适合的 都是坐 坐禅 我开场的时候 曾经说过 禅 大家不要花时间 在禅的外相 去追尋 应该如何坐 怎样翘脚 要穿什么衣服 我是哪个时间坐 坐的时候 舌头是否顶上摩 手又怎样摆 脚又怎样摆 说来说去都在门面功夫 那些不重要 随着脚坐禅 最重要是坐禅的时候 你怎样收心 坐禅是怎样收的 有两部曲 简单来说 第一 要学习放下 你不学习放下 才收不到禅 你不用说那麽多其他 Nian for shi shi 不是不好 你未去到那个阶段 为什麽未去到那个阶段 你坐的时候 打庄 一声 你便想到那裏 旁边的人有些臭汗 你便闻到臭汗 即是眼耳鼻舌身意 接触到色声哭未触法 坐禅的时候 一定仍然活跃 坐禅的时候 眼耳鼻舌身意仍然活跃 眼耳可能活跃 你可能会黏起眼 但耳鼻舌身意 耳鼻舌身意 自然的心态 现在鼻舌一声 如果外面的声音太多 太乱的时候 你会说 这裏不适合坐禅 很烦 你便坐不了 即是眼耳鼻舌身意 仍然与色声香味触法 产生应对 而产生绿色 你要学习 即时将它流走 在坐禅中说 Let what comes in go out Let what comes in your ears your nose your eyes your tongue your thinking 让它流走 让它流走 如果你进来时 不让它流走 你坐什么事 什么都不用说 念佛事遂 对你们说 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仍是 望来望去 看来看去 仍是六根照六尘 你未去 你未去参加 话头 你已经六根执着 你如何参加话头 第一件事 什么都不用理 你是要 如观音菩萨所说的 书闻中入流亡所 所入既值动静 以上了言不生 即是一入 便将它流出去 行不行 这是坐禅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必须 所有外面 扰乱的东西 一入来 你不会觉得烦 让它流走 我想 还有意念 昨天那些不开心的东西 我现在还想 我不让它想 立即让它流走 前日 有些不高兴的东西 恶心不开心的 立即让它流走 很难的 就算你眼耳鼻舌身 可以让它流走 你的意念仍在想着 昨日 你的意念仍在担心未来 当你担心未来时 你不能遇见 我爸爸昨天 去验身体报告 身体报告没出 怎麽办 有什麽事 如果有事的时候 我会否放弃老人院 怎麽办呢 报告里面说 血压多高 指数多多 哇 你多担心 你怎麽坐禅 你立即要把优未来的东西 扔走 我不要想这件事 观成法师说 不要想 不思过去 不思未来 你的脑子会想起这些东西 你怎麽坐禅 并不是你怎麽脚脚 怎麽饿 那些都是外相 外相用什麽要学 怎麽脚脚 怎麽呼吸 穿什麽衣服 在哪裏 那些是最容易的东西 不要花这些时间 最容易 还要收心 就是你怎麽学习 放下 这些过去的东西 一进来 你不要再想 放下 担忧未来的东西 放下 现在呢 现在是怎麽样呢 安波守耳 定力放在 你的鼻端的出入式 将你的意念 现在的意念 就活在这个当下 活在这个出入式的当下 这就是活在当下 你常听到禅宗说的 活在当下 就是活在你鼻息的当下 是这两样 你坐禅 又没有用 你懂这两样东西 就开始有用 你懂得怎麽放下 接着 就是活在鼻息里面 将你的focus 将你的注意力 就是出入式 出入式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 还可以改变为止 还可以去到丹田 或者去到美类 那些已经 不同的方法的坐禅 有些人用 Kundanili的方法坐禅 那些当然有些人是外道的成分 就像我们中国人的 小周天大周天 其实小周天大周天 就是Kundanili meditation 那些都很容易打通你的血脈 那些是另一回事 你未识 就不要坐 你先守着这边 守着这边出入鼻息 当你守得 当你很focus的时候 慢慢你的禅定增加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要求注意 你可能坐到身体不息 不一定有轻安住 或者你的背脊很痛 你坐不了 你很集中坐 背脊很痛 但是背脊很痛 你又有个方法 你将你的意念集中在那里 他就自然打通那里 经过这个时间 他又通了 其实是很多 不经一番寒 切骨 枕得梅花 获肥香 释迦牟尼佛 经苦修行的禅定 经过很多困难 解决了很多禅修上的困难才成佛 你以为一坐下去 去到轻安 越坐越好 越开心 不是的 还有很多问题存在 要懂得有老师告诉你 这些问题要这样解决 不难解决 你要有老师的指点 有些人没有老师的指点 自己摸 摸到成功也有 南传有好几个禅师 没有老师 自己靠体经 试验 trial and error 自己摸出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例 有些人的厨艺 没有老师教的 自己去揣摸出来 他也成为一个 很好的厨艺的人 他应该落多少油 多少盐 没有人指点 落了这些药 走过头了 消息也减少了 自己用尝试的方式 才达到他最高的厨艺 没有老师的 都可以 不一定有老师 有老师当然更好 但没有老师很容易放弃 没有老师的人遇到困难 为何主极也是这样 主极也是不可以的 他又没有这个智慧 他便放弃 但有些蝕丝要鼓励 他便会继续 所以有老师当然好 没有老师 有些人也很成功 即是以这样来做一个 试验 我怎样说这件事给你听 若你修禅定 越修越高级的时候 你会遇到障碍 不要因为遇到这些障碍而放弃 你遇到障碍 就越看到成功 即是为何我会这样 每天坐两三个小时 应该越坐越好 为何我现在有这样 因为你去到高级 你去到高的境界 你去到高的境界 你度高一尺 你的境界困难摩高一丈 但将那一丈一迎刃而解的时候 你便跳几丈 善坐善 是不可思议的 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些居士较难 因为你没有这个时间 但我们有些同参 坐善成功那些 我们经常谈 他有很多善病 真真正正坐善的导人 试现三分病态 你以为他瘦瘦瘦瘦 好像看他营养不良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在善 即是有些善师很瘦瘦 你以为他很弱 他在善的善力很高 所以 善 是否 作恶是慕勇勇 未必 作善 作善时突然成个人 弹起 有没有问题 可否减少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是你的气场的问题 你坐下忽然间 弹起 不出奇 这些气场的问题 你不用理他 有时坐下忽然间 你会觉得 有很多 有八足 你会觉得很重 觉得很暖 觉得流汗 有很多种 感觉 你不需要 突然间弹起 你看看你怎样弹起 若你坐下忽然间的气场很足 可能你会感觉到不适 那你就需要 减火后 你需要不要坐你跑香 坐下忽然间 其实是看你的火候 你初初用高温的火候煮 不高温煮不滚 一煮滚的时候 你懂得收火 煮一煮粥 用高温的火候全部捨 未捨之前 就立即把柴收回 不捨不捨 不捨不捨之中 又减分 又放柴 即是你的火候要准确 不断地调 坐下忽然要调 导家叫火候 其实火候的名词 挺适合 即是煮食 太滚也不行 没有火便不起 一定要有火才起 有火煮滚时 便开始成功 便开始收火 何时收火何时加火 如果完全调节得到 很快成圣人 很快在禅修中得到很好的效果 加上没有淫欲 一面坐禅 一面有南美关系 不能收 收不到 因为这个欲界 未到地静已经要离欲 还有欲念 收不到禅 一定要连念头也离 那些人能收到禅 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的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我都赞成你收禅 因为不是这样 你不处理到你的烦恼 收禅就是帮助你如何处理你的烦恼 帮助你六根对六层生六色的时候 不执着 你平日执着 什么都执着 所以你产生一切烦恼是非 才识明食是因为执着 你没有禅功 你很难在现世了处生死 唯有是怎样 唯有直阿弥陀佛的愿力 带着你的业 往生西方 请问在家念佛不能够集中 但家中无至佛像是原因吗 当然如果有外相牵引到你的内心的虔诚是好的 如果家中有佛像 一看见佛像 便会牵引到你的心想念佛 想诵经 再加有佛堂会好些 如果在家没有法子 就掛一张堂卡 掛在墙上的堂家 如果没有什么地方 一张堂卡就是掛在墙 当你想到 你可以将堂卡卷起来 将图卡卷起来 心想的时候 便将堂卡卷起来念佛 也可以 所以在家没有佛像 不能够集中 没有佛像是原因 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共修时 才能够专心 是因为 外相牵引到你 你是由外相牵引 庄严的佛堂自然会令到你的心里产生清淨 这是会有的 观成法师 怎样可以死得舒服 请问怎样收 你开始念佛 开始行善 行善积德 将这个行善积德回向 当你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 身无贪恋 意不颠倒 身体 无疾而终 有些是这样求的 有些是求 你可以每天 念佛时回向 求甚麽 将来往生时 死得舒服 谁不想死得舒服 不想死得舒服的举手 没有 每个人都想死得舒服 要修行 要修行 每天回向 无疾如终最舒服 无疾如终 无疾如终 可求无疾如终 有些是 可以做到这样 或者是有疾也好 他是很快的疾病 有些是 有些居士 是这样 捆一捆就去世了 有一个 在Toronto 有一位 王居士 就是 年初一的时候 人家是妖佛 她是妖佛 她是妖佛 她觉得头都稳稳 坐在梳化里 便走了 在妖佛声中去世 无疾如终 无疾如终 我亦引以为荣 那位王居士是我介绍她去念佛 很久以前 是我们的同学 她在年初一那天 在念佛声中 摇摇佛的头稳稳 坐在梳化里 没多久便走了 那些便死得舒服 可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重要是 临终一着 很多人修行都是临终一着 很重要的 多念佛多回向 可以求 阿弥陀佛的护慈 地藏菩萨的护慈 观音菩萨的护慈 令到你无疾而终 可以的 你试试 这有个大题目 我在网络上看到海淘法师讲道 叫佛弟子常常做施金露水和施食 给饿鬼 这些饿鬼会感恩你的功德 而且会保护你所作 顺利成就 我们可否在家或外出 吃饭前 某些时段 灑金露水或施学 金露水真言施食真言 但明后师兄说千万不要做 因为这些施食和金露水 他们修行不深 饿鬼不肯离开 前妖不走就麻烦了 事上被饿鬼根尾 所以不敢做 敢饿鬼凄惨 所以帮他们 弟子精如何 我听见有些老师傅说 如果你不懂施食 不懂金露水 不懂施食 你的心 不够清静 你做这些事都有些问题 你施食惯 他到时到后来等你 那天又懒惰 睡觉 他说不想 他饿鬼一餐 不要紧 我明天再做 他在等你 他很生气 所以有些佛堂 都不施食 因为他不是经常有人 有时没有做到 那些朋友会在门口等 我记得 我当时在 不要说哪间佛寺 佛寺里面 做 清明 清明是12日13日 放大蒙山 已经写出来 几天几天 我们做清明法会之后 最后一晚放大蒙山 就写出来 结果因为某一件事 不可以 不做到 改明晚 改明晚做 又没有帖出来 因为已经帖了 那晚做的 改第二晚 没有帖出来 那晚有一个 出家人 就听到 看到 大堆人在上面哭 在大殿门口哭 在等着施食 很多很多人 他很害怕 这是新来的法师 为什麽有这麽多人在 我们再想 原来 昨晚做的 结果昨晚他等 等没得吃 他就不喜欢 所以我不敢说别人不对 他怎样做法 如果懂得做就好 如果有时做有时不做 又未必做得好 有一位放咽口的法师 他放咽口时要灌赏 未 放咽口要灌赏 水和食物 要化成可以饿鬼 可以吃得到可以喝得到 他未做放咽口之前 他便洗衣 洗衣服 挂衣服出来浪 浪的时候 有些铁丝 绑着浪杆 没有那些木的则 用铁的则 铁的铁丝绑着浪衣 那些铁 用铁来绑着它 劫着它是很繁复的 又要怎样咬 在这个脑海里 记住 铁怎样咬回 夹着衣服 让风不吹 结果他灌赏的时候 没有集中精神 仍是想着那些铁 那些铁脂 结果 那晚放到蒙山 他便发梦 让朋友骂他 里面的水全部是铁钉 我们怎样喝 他灌赏不了 灌赏不了 他灌赏力 不能集中 你便很集中 如果够能够能够 如果够能够能够 没有这个问题 那你也可以 但我便说 你未必可以 不如做人稳妥一点 你自己选择 我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能力就做 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做 受持五戒 是不喝酒 弟子知道 弟子是个怕冷的人 天 平常夏天都怕冷 冬天要更加寒冷 更日 师兄说五戒可以因身体问题 当作药物 喝少量的酒 要调色身体 这是不是 自圆其说 如果这样说药物 什么都可以吃 有些人说 医生说我狗不狗 虽然是慈尚素 我狗不狗 需要 蚝里面的营养 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吃一两座蚝 你是不是真的是这个营养 你喜欢吃蚝 没有 你不要以为药物 你喝酒 那你就不要受那五戒喝酒 那个酒戒 你受了就不要喝酒 你就不应该喝酒 你不要当药物 什么都要当药物 如果你出家人 到时候我肉都吃了 我当药物就吃了 可以吗 是你自己说 答完这个问题 请问因果一 善业与恶业 不能互相抵消 重罪 感行轻受 未必抵消 但可以延迟 怎样延迟 如果 这一世里面有恶业 但这一世里面忽然间受恶业 做很多善业 善果成熟 先报了善果 恶果就会退后 仍然要有恶果 但可能 所谓的减轻感受 便会延后 所以 我今天在 下午说过 有些高僧大德 他这一世修行非常好 但到七十多岁 他忽然间瘫痪 完全不能动 那些普通无名眼的人 所谓的高僧大德 禅宗泰斗 他为何 临老时 会 半身不遂 那么痛苦 他受了这几年 他就涅槃 他的业债还清 你不要以为他在受 他受的时候 受的时候 没有普通人的痛苦 下午有没有说过这个真事 不过再说那些事也不要紧 大家知道阿根茶 阿根茶 大家知道谁是阿根茶 阿根茶是南传 禅宗的高僧大德 大家公认 是森林里面坐禅 他年纪大时 好像六十多岁 已经中风 半身不遂 不能动 连说话也不能 不可以 即是肺的一样 有他新出家的 阿珠紫拉帕努 真正出家的 亿万富翁的儿子 是紫拉帕努 初初出家时 看见师傅这样的心里不舒服 他就问 Is he suffering? 意思是 我们的师公是否很痛苦 问他的事者 那事者说 Why do you think he is suffering? 你为何说他是痛苦 他根本上 你认为他痛苦 他也不是痛苦 他报了业障里面 他就往济涅槃 他已经 现时受了这件事 已经抵消了业力 可能他受的时候 痛苦不是痛苦 他没有理术 他当禅定的时候 去到某种境界 痛苦对异求说 不是痛苦 他连空气也不用吸 饭也不用吃 他进了 他进了另一个境界 身体的痛苦根本就没有痛苦 你看他有这个痛苦 好似我好多年前 见到一个真事 就是有一个 在 布团 里面修行 时常静坐的人 静坐了十几年 他回家辞行 他说我要入山 即是入山洞 我入山洞里面 没有空气 没有水 没有东西 就关上山门 五六年后 可能出山洞里面 出山洞里面 如果还有命 我便会弘法利生 如果没有命 有我裂盘便可以 他进去 他没有饭食 没有空气 他不会觉得痛苦 他能入山洞里面 你认为他痛苦 他一点也不是痛苦 他受和你受是不同的 他受就没有这个痛苦 受你受就很痛苦 因为你没有那个境界 所以 重罪会不会轻受 不是轻不轻受 你忽然间应该受这个痛苦 有这个不好的报应 但你行善业强 善果已经成熟了 那样东西就压到很厚 或者 压到你要成为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才是受 你就不是受了 你就没有那个痛苦的感受 因为痛苦的感受是超脱自然的 你可以 没有你平常人的感受 不是那种感受 这个物购这问题 请问植物人不能够接触六层 他的意识是怎样运作的 植物人不能够接触六层 但他可能还有意识 他的意识还可以 他的眼睛可能看不到 他看不到而已 他可能表现不到 或者他的眼睛看不到 他不能够说出来 他表达不到 他的眼睛未必看不到 他仍然是看到 但他可能表达不到 眼耳可能听到 但他未必 可以表达到他是听到 所谓植物人就是他不能动 就算眼耳鼻舌身 成为植物人 动不了 可能他的意识仍然存在 活跃 他怎样运作 他的运作是心里面的运作 他的身体已经四大不调 没得运作 但他仍然有神色存在 有神色有意念仍然有运作 你认为他没有表情 没有了表现 但他可能是知道的 最后一个问题 一般佛学班讲佛是指无上正等正觉 自觉各他各行圆满 但物宗是要断画 断 烦恼障业障 所知障 正大慈大悲 是否正觉 我们不需要用文字去推敲 断我们的画 断我们的业障 断我们的所知障 不需要用文字的推敲 你的意义都可以 意义都存在 都没有不正确 不过如果从一个 所谓有断 无能断之人所断之障 无能断 如何断 无有一法可断 既然无有一法可断 无有一法可得 你还断吗 对烦恼无有一法可现 你还断烦恼 有上才断 既然你不看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 原来我都认为烦恼 无其烦恼之相状亦不执上的烦恼 怎会有断 有些外境是断不了的 你说一句说话骂我 我断了这句说话 我怎会断 你说一句说话 入了我的意义 我怎会断你的外境 外境是断不了的 你想断也断不了的 我现在看到你 我怎会断你 我只要看到你 我唯有不执着你 我看到你 我不执着你 我让他留走 但他用重的文字是断 断了这个烦恼 都可以的 我们不需要执着文字 无有一法可得 既然无有一法可得 何有杰有所知障业障 我完全将那些全部放下 我便不需要断 他呈现出来我才断 我全部将它留走 还断什么 有不好的东西 入了我的意义 我便将它留走 还有什么要断 我停在这里才断 我停在这里 断了它 那就是断 你根本上都不执着它 就不需要再断 正大慈大悲 你要正大慈大悲 本来巨足还正什么 你本来都有大慈大悲的根本字 不需要去正 但不正又不可以 对于你来说要正 对于正义来说就不用正 我看到有些经文有了异两字 但有些有了异何解 即是说依了异不依不了异 有些经文有了异两字 有些没有了异 他虽然没有了异那两字 但他的内容了异就可以 即是 我要行慈悲 我不用口说 行慈悲 不用口说 行动就可以了 我用慈悲的两字 我对你很慈悲 我不用说出来 我用行动表示 要不一定要用个字 凡所有上皆是虚妄 一定要了异那两字才是了异 你还要正 所以不需要 执着文字 没有了异 但他的异理是了异 何必要用文字 要求订是多余 要是要求订是多余 不需要订阅 订是多余 是多余 也有个人 我需要到这里 是多余 我需要你